POP大国民请听蔡师平 每个地方去都发现到塞车塞车塞车 而且这个塞车很多人都认为说 跟半年货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毫无疑问 因为下礼拜就开始陆陆续续 有很多朋友搞不好都已经安排好假期 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沿着下礼拜就直接放假了 就算你没有这样安排的话 下礼拜也就是进入到小年夜除夕 然后就初一 所以过年的气氛是越来越接近了 我们也祝福所有的朋友 交通会拥挤 然后天气的变化难以预测 而且疫情也给大家很多的威胁 无论如何日子还是要好好的过 年还是要好好的过 非常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在过年的前面这几天 虽然交通拥塞 虽然有疫情的威胁 但是我们注意好自己的防护措施 开车的时候购物的时候 不要没有耐心 路上大概交通就是混乱 你尽量不要成为制造 交通混乱的当事人之一 能够尽量不要路边的并排停车 就不要路边停车 并排停车 然后想办法 缩短购物的时间 我想就可以让大家 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心的过个年了 我是蔡时平 祝福大家 帮我大国民祝福所有的朋友 新年开心快乐 今天无论中一开始 我们先来谈一个 其实还蛮及时的新闻 你还记不记得 就是在前两天 前两天 我们的外交部 才说我们跟盖亚纳 我们跟盖亚纳 要建立一个 在盖亚纳设立一个办公室 而且这个办公室 还会用台湾的名义 叫台湾办公室 这个案子 听说在1月15号的时候 就开始在运作了 在运作了 而且盖亚纳将来 也会决定要在台湾设立 同等的地位的办公室 所以换句话想说 这是台湾 在外面的代表处 第一次有一个 用台湾的名义 而设立的办公室 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的心里面 是蛮复杂的 所谓复杂是什么意思 一方面就是说 如果能够成功 是不是意味着在 中国有外交关系的 这些国家里头 我们设的办事处 以后可以用台湾的名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因为我们在过去 大部分的情况下 可能都是用什么台北 经济文化办事处之类的 你不是那么容易的 完全可以用台湾 第二个就说 大家很好奇说 盖亚纳就这样宣布了 盖亚纳这样宣布的话 中国的反应是什么呢 中国难道就 不动声色吗 还是说中国只是 会嘴巴上讲一讲 然后就默认了 这个其实是两个 蛮值得关注的 在这两天的变化里头 但是却没想到 不到24小时 盖亚纳就又宣布了 说取消 取消宗旨 与台湾设立办公室的 这个协议了 果然 果然 那就说不出所料了 我们的外交部当然 毫无疑问 外交部当然就说 这是中国的施压 中国的孤立 施压 台湾表示 对于盖亚纳改变这个决定 台湾是表示遗憾了 那这个新闻呢 我今天在五点钟一开始的时候 我很愿意跟大家来谈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问题的处理的 这个结果 以结果来论的话 我相信很多台湾的朋友 大概不分蓝绿啊 都要谴责一下中国 然后心里面呢 也会觉得很干 对不对 中国就是这样到处打压台湾嘛 可是这个问题 我们如果再冷静一点 想一想 再冷静想一想 就民进党政府 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 到底 到底有没有 可不可以再细致一点 好 我所谓可不可以再细致一点 怎么讲呢 我们这样说好了 在外交的这个舞台上 我们首先要认清一个本质 就是中国的邦交国 就是中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国 他在邦交的时候 建立邦交的时候 他一定有一个 一个中国的原则 一个中国的前提 这大概是跑不掉的 那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呢 在那个之下 才是台湾的空间 所以换句话说 台湾在过去 我们在台湾全世界 有一百多个国家 都可以设立代表处 我们虽然 正式的邦交国家才十几个 可是我们可以设 办公室代表处的 这个机构的国家地区 可以超过一百多个 所以换句话说 他远比我们的邦交国 要多出很多倍 对不对 那在这些设 设代表处的这些地方呢 当然他不能灌中华民国 也不能灌台湾 所以很多地方 可能就用什么 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这一类的经济文化 用这种名称 但是呢 他可不可以达到 实质的一些这个效果 换句话说 对我们台湾来讲 我们还是认定 他住在那个地方的代表 就是大使嘛 当地的人民 如果跟我们友善的话 他当然也会称那些代表 为ambassador 就是大使嘛 虽然在官方的名义上 他当然不如一般的大使 可是大致上 只要我们跟这个国家 保持很好的关系 保持很好的经贸往来 实质的利益 保持一个 他们对于台湾民主政治的 一个肯定的话 大概都会给相当程度的 外交的礼遇 这个是跑不掉的 所以我们的代表处 都是属于隶属在外交部嘛 好 那现在 我为什么说 这个这件事情 民进党政府 其实还原来是可以处理的 再细致一点 因为 如果说 我们中华民国 不要那么刻意的认为说 名称就一定要有中华民国 首先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好 第二个就是 那一定要台湾 现在看起来也不可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对中国来讲 他认定你民进党政府 讲台湾的时候呢 你就是要搞台独 那我首先要声明啊 我认为中国这样子的指责 其实对于民进党来说 对台湾来说 是不公平的 是不公平的 因为我们在台湾 我们当然会说 台湾2300万人 我当我们说台湾是2300万人的时候 台湾不只是一个地名 不只是一个岛名 它也是一个 这个政治实体的 一个国家的代名词 我要记住 我讲的是国家的代名词 因为我们的国家叫中华民国 所以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 但它的国号叫中华民国 所以中华民国跟台湾 在一定的程度上 它是相互在应用的 好 那在这个相互应用的情况之下 其实当民进党 如果说两岸之间 我们会刻意的保持一个模糊 就是把中华民国跟台湾 保持一个模糊状态的时候呢 其实你在台湾 在国际上的空间 其实别的国家都知道嘛 台湾就是一个独立 主权独立的国家嘛 2300万人嘛 可以自己选总统嘛 它的国号叫中华民国嘛 对不对 那当国际间也把中华民国 跟台湾在交错的应用的时候 你想想看 中共中国会没有警惕吗 所以我的意义就是说 外交部如果说要刻意的 一定要凸显台湾这个名称 在国际上面 那他必然要遭遇到 来自于中国的打压嘛 因为中国就会 就是不要让你用台湾这个名义嘛 虽然他这个打压会让我也觉得很愤怒 很生气 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那外交部如果当时跟盖亚纳 能够有外交突破的话 用的名称 不要拘泥在 一定要用台湾办公室这个概念的话 它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 因为在很多国家 我们都用其他的可能性 替代了台湾或中华民国这个名称嘛 但是呢我们的 我们在那个国家也照样可以发展出 我们的代表处 办事处的各种的功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听我们广播的朋友 不管你是蓝还是绿 我们冷静的想一想 中国对于台湾 中华民国的国际上的打压 是必然的 它根本不需要我们去想 去期待中国给我们的施舍 不需要 但是正因为中国对于中华民国 跟台湾的打压是必然的 所以如果我们还想要在外交上面 有所突破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就要想想 越是实质的帮助 是不是越有机会突破 越有实质帮助的突破 如果是越有可能的话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拘泥在 那个名称上面呢 如果能够 如果能够今天因为盖尔纳 这个教训 使得我们能够记取 外交部记取 民进党政府记取这个教训 而不是把它转换成 你晓得外销转进口 然后到时候呢 民进党政府又拿这个东西来 来大家的唱说 中共你看中共多可恶 中共多可恶 他当然可恶啊 他从来没有不可恶过啊 但是 我们的外交能不能做了 再细致一点 外交说对我们来讲 你既然有一百多个 中共有邦交国家的地区或国家 我们可以设立办事处了 那就照这个模式来做呀 这对台湾来讲 对中华民国来讲 对我们的 我们的侨民 对我们的人民 去到这个国家来讲 有一个 自己国家的办事处 代表处在那里帮忙 不是很好吗 你管他名称是台湾 还是中华台北 还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等等等等的名称 对我们来说 他就是我们的大使馆了 不是吗 帕普大国民 请听蔡师平 好 欢迎回到帕普大国民 在今天五点钟到六点钟 我自己评论的时段里面 第二个新闻 我们来聊一下 黄杰 高雄市议员黄杰的罢免案 为什么呢 因为黄杰的罢免案 就是明天了 明天2月6号就要登场了 这个罢免案会不会成功呢 现在的说法呢 似乎倾向于认为他 不会过关的 这个声音还蛮大的 我在这段时间都没有什么 都没有太特别谈黄杰的 这个罢免案 理由就是因为一方面呢 高雄的离我 离我的这个离我 离我所关我们的电台 是台北人的比较远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高雄的地方的渔情 说真格的 因为他是一个市议员的层次 他也没有 我没有那么熟悉了 我没有那么熟悉 所以我就关心 但是我没有说很 很花这个心思来谈他 可是因为无论如何 就是明天了 明天2月6号 白天开始呢 早上开始呢 这个投票 到了傍晚呢 这个结果就很快就会出来 因为毕竟他只是一个单一的个案 那这个投票率呢 大概也不至于太高 所以这个开票 计票都会非常的快 那到底我怎么看 我现在在这个266号的之前 我怎么看待这个罢免案 首先我要说 现在这个罢免的门槛呢 因为经过修正之后 修改之后 他相对来说 比起以前的确是降低很多 所以这个罢免案很容易成案 然后罢免的过程呢 要说他很难过的话 很难过的话 其实也很难讲 因为看起来也有案子呢 是很容易过 也有的案子是还蛮不容易过的 那比如说当年蔡政员的案子 就没过嘛 那立委的这个部分 包括黄国昌 时代力量的 黄国昌之前的被罢免案也没过嘛 可是在市议员的层次呢 我们看到王浩宇 他案子就过了 那所以呢 让这个想要罢免黄杰的人呢 可能就认为说 那这样的话 有机会哦 有机会哦 可是呢 我觉得每一个罢免案 大概都要提醒所有的朋友 来观察他 第一个就说 每一个罢免案 都有他的这个case by case的不同的 这个状况 也就是说 因为他是罢免 罢免的意思就是说 在一个区域里头 你要罢免一个政治人物 所以每一个案子都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呢 当然在这个被罢免的人的人格特质 他的这个political personality 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王浩宇吧 王浩宇他自己呢 是原来是绿党出身 后来又转换成这个民进党 所以换句话说 然后在罢免案的时候 连绿党以前的同仁呢 同事呢 都跳出来反对他 支持要罢免他 所以对王浩宇来说 他个人的购狼玩 很明显的是 导致他在罢免案上面 那么遭遇到最后还是同意票 同意罢免的票呢 远远的胜过了这个反对的票 也就是说支持他的人 并没有很积极的出来护航 支持他的人 所以就决定了王浩宇 必然在这个罢免案里面呢 其实遭受到非常大的这个压力 最后罢免案通过了 好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case 他的人格特质 他过去的这个从政的经历 他在面对罢免案的时候 他的态度到底是怎样 这都决定了 还有他的背后的政党 到底有没有在支持他 这都是决定了王浩宇在罢免案 他这个case跟其他case的不同 好所以当高雄要罢免黄杰的 这个团体 看到王浩宇被罢免之后 然后就开始非常兴奋 那这时候呢 就认为说在高雄有可能 那这有 那这个态度很可能就会犯了一个 不同个案的这个比较 的时候呢 你过度的乐观的这个缺点了 我们先回头来看 在王浩宇这个罢免案之后呢 我觉得有一些分析 是说的蛮好的 就说这个罢免案能不能成 除了个人因素之外 选区的特质也很重要 比如说这个选区如果板块上是 蓝大于绿或绿大于蓝 那你要罢免如果蓝大于绿 你要罢免蓝的就未必那么容易 相反的如果是绿大于蓝 你要罢免绿的就没那么容易 所以如果把这个特质 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个人的人格特质 来看的话 黄杰的案子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认为说 他不过的可能性 他痛不过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想第一个叫做人格特质 就是黄杰的人格特质 是不是有到了购郎丸的地步 那很明显他跟王浩宇是不同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罢免黄杰的人 可能会认为黄杰对于韩国瑜市长 韩国瑜前市长是非常不友善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对韩国瑜前市长不友善 是谁有这样的感觉 是不是支持韩国瑜的韩粉 也就是蓝银吗 那反过来讲 对绿银来说 或者要罢免韩国瑜的 非蓝银的人来说 他们就不会这样认为了 是不是 所以在第一个前提上 他就会出现了一个蓝绿板块上的 跟王浩宇的罢免案不一样的结构了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我们就要来理解 那在高雄 绿是不是还大于蓝 在凤山这个区 蓝虽然不小 但是绿有没有很大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状况下来讲的话 我们就要想的是说 含黄杰的讨人厌的程度 跟王浩宇讨人厌的程度 相比较来看的话 王浩宇的讨人厌的程度 很可能是有跨党派的状况 而且他的争议性使得他的支持者 或他的政党也不太愿意 也不想太表态 但是黄杰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连蔡英文总统都表态了 他以党主席的身份都表态了 那换句话说 这个表态虽然蓝银可能会觉得说 你总统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了 把自己的高度降低了 为什么要来支持一个 这个无党籍的 这个黄杰 脱离时代力量的这个黄杰呢 然后你为什么要卷入到 一个四亿元层次的这个罢免案呢 罢免的人或蓝银的人 可以这样子批评他去算他 我觉得那也是OK的 可是就战略层次上来说的话 其实还是蛮高招的 对不对 换句话讲说 他很可能会让黄杰的支持者 或者是让高雄的绿云觉得 蔡英文总统有情有义 连一个四亿元层次的这个罢免 你终究最后还是表态了 那当然你也可以酸他说 那为什么王浩宇你就不表态呢 是不是 没错啊 这是蔡英文总统自己要承担的 可是刚才我说过的嘛 如果说就 这个人的够狼玩的程度 来做比较的话 那很可能蔡英文总统或民进党 也做了一个选择嘛 他们认为王浩宇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要 可能是咎由自取 但是在黄杰 可能就没有这个咎由自取的程度了 所以从战略上层次来看的话 你蓝英可能可以嘲讽 可是很可能会让高雄的绿云 或者凤山区的这些绿云 或者不那么讨厌黄杰的人 会觉得说 那我们为什么要让罢结团体把他罢掉 所以这也就是增加了明天2月6号 黄杰罢免案的变数 也就是说 在王浩宇这个罢免案上 我们看到的是 赞成罢免的人 高度的集中的出来 在那个低投票率的情况之下 全部的票几乎都是赞成的 但是明天黄杰 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状况 而且我认为这状况 可能性还颇高的 就是支持他的人 当然不会太少 但是反对罢免的人 就应该支持罢免的人 不会太少 但是反对罢免的人 说不定明天的投票率也会很高 因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照这个 所谓的罢免案来看的话 罢免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这个 通过关的前提 是你的同意票 必须要超过你的不同意票 所以明天黄杰 他的这个罢免成功的这个票数 他当年的选 这个市议员的票数 在凤山区他得到的是 一万八千四百二十票 百分之九的得票率 可是二月六号 明天要罢免他成功的话 这个票必须要过 七万一千九百五十七票 就是罢免支持的这个票 要过这么多 七万一千票 七万一千九百五十七 但是如果反对罢免的人 票只要多过赞成罢免的一票 那么这个案子就没过 所以换句话讲说 支持罢免黄杰的人 他必须要动员到超过七万一千九百五十七票 可是如果反对罢免的人 只要比这个七万一千九百五十七票 多一票 这个罢免案就不会过 因为同一票必须要超过不同一票 所以明天投票率显然成为一个关键 明天支持黄杰的人 如果大幅度的出来 那么赞成罢免的人 就会面对很大的压力 这是为什么说黄杰 明天的这个 当蔡英文表态了 当民进党在动员的时候 又是在一个绿云大雨蓝云的这个板块的时候 其实明天黄杰的罢免案 你大概就不能够用王浩宇的罢免案 来做相同的推论了 好 待会回来 我们来跟各位聊一下 鸡排妹跟翁立友的争议 好 这个五点半之后呢 我要跟各位来谈一下 因为这个新闻的持续已经燃烧了好几天了 包括当事人的这个女生鸡排妹 也跳出来讲了 然后也包括呢 他指控的这个非常知名的这个台语歌手 翁立友也召开了这个记者会 也也在出面把他讲清楚 所以呢 这话题看起来一向关心这个两性平权的 这个对于性别的议题呢 非常感兴趣的我 好像也不得不谈了 我首先先来 有几个几个几个点 我们先来跟各位谈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大家看这个问题的时候 第一个不能够因为鸡排妹平常喜欢 在这个性的这个议题上面呢 有很多自己的这个主张 甚至在穿着上 在打扮上有很多这个露骨的 这种动作 我们就认定了说 他讲的话 或者是他是来炒作新闻 我首先我们先来厘清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要先抛开掉一些盲点 或者抛开掉一些成见 我认为说第一个先抛弃的就是说 你先抛弃掉你对鸡排妹的 刻板印象 你要先抛弃掉这个 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认定说 他哪有资格讲这个 他不就是炒新闻吗 我觉得这样对一个女性来讲都不公平的 换句话说 他平常喜欢穿短裤 我们现在随便举个例子了 假如说一个女生喜欢暴露 喜欢穿短裤 喜欢金色骇俗 那当他说他被性骚扰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说他是活该的 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一个人爱卖弄风骚 爱性感 爱言语上面很犀利 跟他有没有遭遇到不公平的 或者是非常侵犯性的 这种性的骚扰 或者性的侵犯 这两个东西没有 两件事没有因果关系 不能因为他 你说他是爱风骚 所以他就应该被性骚扰 我觉得这个逻辑 我们要先抛弃掉 否则对鸡排妹不公平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认为有一些政治人物 那我挑明的讲吧 我也都认识的 民进党的一些女性的立委 跳出来 支持鸡排妹 认为说 被欺负的人 结果被欺负的人 还被大家的霸凌 被大家谴责 这是不公平的 那我觉得很好 女性的政治人物 为女性出逃梯 为她们撑腰 是OK的 但是就像网络上嘲讽的一样 当政治人物 要为性别的议题 或平权的议题 两性的平权的各种 性别平权的议题 在做这个意见的时候 我会很诚恳的奉劝这些 政治人物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你一定要有一个基本前提 就是说 她是不是一个人权 她如果是一个人权 你又是愿意挺这个人权 你就不能够差别性的 选择性的来挺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意思就是说 今天鸡排妹 你觉得看不下去了 你跳出来 OK啊 但为什么你同党的 就像网络上说的 你同党的政治人物 有了性骚扰 甚至性侵犯的各种的 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 不吭声了 那表示 你的 人权 你的 性别的 性别的平权 的认识 是远远的 屈服于 你的党权 政党的认知吗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说 当这些女性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 其实也包括未来 男性的政治人物 你要在 性别这个议题上面 性别平权 这个议题上面 要来表达态度的时候 那我的 我奉劝各位的就是 你要记住 现在是一个 网络 社群媒体 超发达的年代 你在某些议题上面 不吭声 在某些议题上面 讲话 网络上都查得到的 当在一查到的时候 你的 发言 你的态度 你的立场 就很可能被打了大问号 那 这是我第二点要 要强调的 好 正因为第二点 有这个特质 所以我才认为 当我们真的把一些 问题当成是 人权的问题 来关注的时候 是一个普遍性的 权力问题 要来关注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要 就要提醒自己 在必要表达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坚持一个立场 而不是在某些议题上 你就选择性的表达了 那为什么讲了这个 除了回应 有几位民进党籍的女性立委 我都认识的 跳出来支持鸡排妹 而被网络上面 网友们嘲笑 说 那 你以前 党内的男同志 党内的这个男性的这个 政治人物出问题的时候 你们怎么都不讲话呢 你们怎么都 主持人我自己 我有时候 蓝也可以 绿也可以 到最后呢 两边都认为 你不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很孤独啊 是不是 我们也很孤独啊 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就是要告诉大家 当如果我们认为 某一个态度是对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够因为 我要支持蓝 所以在蓝的政治人物 犯这个错的时候 蓝在这个问题上面 站不稳立场的时候 我就不吭声了 那 但是绿的只要一犯错 我就痛嘛 我觉得这样 也不公平 对不对 有没有一些 蓝营的政治人物 包括女性 你的蓝营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的 你有没有 也同样的标准去指责她 如果没有 你现在就没有这个条件 也没有这个资格去指责绿营 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党的态度 党的立场 党的政党的认知 挤压了你对某一个问题的 普遍性的主张的时候 其实这就是 对你最大的考验 那你就应该要沉默了 是不是 你不能够说 别的政党出现 这个问题是我的痛骂对方 那我觉得这次 接连两位女性的 民进党的立委 支持鸡排妹的时候 被网络上嘲笑 就是因为他们犯的错误 就在这 但是 回过头来 我也要 恳请我们的听众朋友 其实要支持 像我们这样的评论 对不对 我们对蓝也可以 绿也可以 那对蓝可以 对绿也可以 到最后是两边都认为 你不是我们的朋友 可是我已经做一个评论来讲 我每次都说的 难道不就是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说吗 是不是 我们投票的时候 我们选择一个政治人物的时候 投票的时候 我还是有我的态度 有我的立场 除非我不投票 但是谈问题的时候 我们终究还是可以 就事论事的来说 这样才对 那样就是不对 或者你前后就是矛盾 好 我把这个两个 两个关键点 讲清楚了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 鸡排妹跟翁立友的争议 我觉得鸡排妹这一次 控翁立友 这个性骚扰这件事情呢 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 比较大的问题是 他真的可能觉得不舒服 好 那翁立友呢 是不是有心或有意呢 我们其实外人没办法 没办法讲 为什么 因为 这个东西 性骚扰这件事情 就是当事人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那他就构成了性骚扰 各位一定要记住 就说 你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当事人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这就是构成了性骚扰 好 所以呢 如果就鸡排妹 我所看到的了 现在所看到媒体所报道 来看鸡排妹所讲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 有几点呢 是翁立友自己要稍微检讨一下的 比如说鸡排妹说改了歌词 把广岛之恋这个歌词呢 改了 让他觉得不舒服 那这个也许对很多人来讲 会觉得难以想象 就把那个歌词说恨你 改成了想你 那鸡排妹觉得很不舒服 好 那这个 我必须要提醒所有的朋友 这个所谓的舒服或不舒服 这完全是个人感受 所以鸡排妹如果觉得不舒服 翁立友其实在这个改歌词上面 就应该说声 I'm sorry 我抱歉 因为如果不是talk 不是事先讲好的话 你改这个歌词 对方就觉得说 你在 你在故意挑逗他 挑逗他就是性骚扰 我觉得这一点上 翁立友应该要说一声抱歉 至于说鸡排妹说 翁立友 做出一个假动作 这我比较看不懂这一句话 就说在他的后面 臀部那边有上下移动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这样子 上下移动的一个什么假动作 我不晓得假动作是什么意思 但是如果是上下移动的 这个动作的话 按理说这个动作就非常大了 因为你会让女生觉得说 你在我的臀部上面 上下抚摸的话 这其实就是很糟糕的 可是问题是 翁立友说他没有 那现场现在看起来 现在看起来 能够拍到的这个角度的影片 记录 也没有这个动作 所以这点上就会变成了 罗生门了 所以这个是 为什么鸡排妹跟翁立友 互有各执一词的时候 我们外人比较难以断定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 因为你没有一个 很明确的这个 影像做证据 可是改歌词这个 我相信只要现场有拍下来 就能够知道 我女友有没有改歌词 如果有 那我觉得 我女友在这个改歌词上面 是应该说声道歉的 好 虽然我女友很可能只是为了现场效果 可是我们再次强调 性骚扰这件事情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 成立的条件就是 有一方觉得不舒服 他就构成了性骚扰 各位只要上网去查一下 性骚扰的所有的这个 法定的定义就是这样 这就为什么说 我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 有时候我们跟别人拍照 或者是感情很好的时候 就说大家嘻哈的时候 有时候你一定要节制 比如说 OK像我们有时候跟很多粉丝拍照 那很多粉丝很热情 那你 你可不可以就手都搭在人家肩膀上 如果搭在人家肩膀上 人家事后告诉你说 我觉得很不舒服 你知道这就构成性骚扰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变成说 我们自己要很节制 就说那我们拍照的时候 我们就规规矩矩的 对不对 把那个手就放在我们的小腹平平上面 不要有手上动作出去 如果说两人的动作 的确是非常的这个 交情非常好 那互相勾肩搭配 那还勉强还OK 对不对 但是这都是要有一定的 交情的判断 如果你不是很熟 如果你纯粹只是做了一个效果 比如就像在娱乐场合 我相信王里友 很可能是秀场跑多了 他很可能希望有一些效果出来 可是我的建议是 娱乐圈的朋友们 特别是娱乐圈的这些男性朋友们 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你最好跟对方沟通一下 你可能可以 应该可以跟对方说 不好意思 待会我们为了让这个舞台的效果 让这个气氛呢 可以更好一些 所以我们改一下歌词啦 或者是我待会呢 再会给你开个玩笑啦 那你不要太介意 OK 如果说事先都沟通过的话 事先都沟通过的话 我相信当事的人的 这个另外一方的女生 他心里面就有底了 他心里面就有底了 那有了底了 这个动作 他就不会觉得太突兀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说鸡排妹跟翁立友这个事情啊 其实双方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客观证据来来确定说谁讲的到底对或不对 有一些实在是欠缺证据 那我觉得就不妨啊 尤其孟立友年纪也比较大嘛 是不是 大哥嘛 你就主动的表达一下 如果有误解 如果有误会 好 那就到此为止 你要说一声不好意思 说一声道歉 我觉得这样就OK了 这个事情就不至于在这个继续的缠绕 就让双方的这个名誉呢 或声誉呢都受到影响 好 这个人生要坚持下去啊 也不容易的 我们来听听孟立友的一首歌曲 坚持 好 欢迎回到POP大国民 我是主持人蔡日平 刚才很快的呢 跟各位来谈了盖亚纳的这个事件啊 然后也谈了黄杰明天2月6号的这个罢免案啊 然后也谈了这个翁立友跟这个鸡排妹的这个性骚扰的这个纠纷 我提供了我的一些想法 有时候我常常觉得哈 做人呢 难不难 我觉得有时候做人还真难 难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有很多的角色 对不对 你如果选择从政吧 我举个例子 你选择从政吧 选择从政了 你就必须要有一个政党 对不对 有一个政党以后呢 那你就你就必须要考虑到你的很多的想法 政见意见看法 就必须要跟这个政党不能有太多的这个毛线 所以我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从政的人他本来可能是一个很棒的学者 本来是一个很棒的这个可以在自由思考的人 可他一旦成为一个政治人物之后他的角色就被卡住了 可是当我们如果说了哈 一个人 能够有更大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影响力 那有时候他其实就要勇敢的超越他的角色 因为那角色有时候是还有是有多重的嘛 你可能是一个政治人物 但是你也可能是一个社会所期待的公众人物啊 那公众人物这个形象其实是会远远的大过于你属于一个政党的政治人物的这个形象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把这个角色上 首先认清楚说我们的角色是多重的 但是呢 你在选择自己的人生的定位的时候 你可以把某些角色放得更高 某些角色就把保持在不得不做就好了 那将好我觉得你就会区隔出你该怎么做 好就像我们做评论一样 我们做评论的时候想一想吧 你有一个政治的倾向或政党的倾向 这也很难避免嘛 你就算不想 但是你做的评论 比如说你这个问题上你批评了赵少康 你批评了蔡英文 你批评了马英九 听的人就会联想说 你批评了赵少康 你批评了马英九 所以你是绿的 那你批评了蔡英文 所以你比较怎样 你是蓝的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难道不能够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批评了蔡英文 批评了民进党 明天在那个问题上我批评了马英九 批评了赵少康 批评了韩国瑜 批评了江启臣 难道不能吗 所以对我们做评论来讲 我们每一天都要跟看到不同的问题 然后做出一个选择 这也是我们的角色上的选择 是不是 那要怎么样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平衡的 自己也开心的人生呢 我的原则都是 我们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这基本的原则是什么 比如说我常说 在政治立场上 我基本上是一个自由民主政治的支持者 所以自由民主开放是我的前提 因为这个前提 所以我不会选择共产主义 我不会选择共产党统治 虽然我也知道 听我们广播的朋友 不要以为说我对共产党不了解 我对共产党的好奇跟研究 从我年轻时候对左翼的认识 左派的认识 社会主义的认识 我也读了相当多 关于共产主义发展的这个书 我其实是很同情社会主义 非常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概念的 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 共产党一党的这种独大跟专政 几乎每个共产党到最后都面临这个困境 他解决不了民主的问题 这是共产党的困境 所以从自由民主开放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对自由民主政治 当然是有一个优先的前提 在这个前提之下 我进而对于人权 各种不同的人权 我都会倾向于 从一个高点高度的角度来支持他 这是为什么听我们广播朋友知道 我对所有的平权的问题 这个两性平权的问题 同志的议题 我都站在倾向于弱者的角度 来表达我的看法 这一点也跟我的自由民主开放 这些基本的前提是不冲突的 对不对 也因为是这样 所以我对于政治哲学里头的 西方的民主政治 我有很多的认知 那我对于社会主义的概念 或者是强调这个集体管制的这种理念 我能够理解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这种 巧取豪夺 贫富不均的批评 可是我也会提醒 就是说当你用一个集体意识 集体的架构来解决某些问题的时候 那谁来监督那个主导的人呢 这是最可怕的 所以我常常会提醒 那所有的朋友 我们要对那种集体式的概念的背后 老大哥这件事情 包括我们现在讲的各种的人权 那各种的这种身份认定的背后 那些老大哥们的那种恐惧跟监督 它才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好 所以我想我今天五点钟跟各位呢 在结尾的时候谈一下这个事情 主要是因为再次的强调 我做评论 有我自己的态度也有立场 可是如果各位长期的听就会注意到 我其实是对蓝对绿 我都有我自己的批评的准则的 而那个准则就是我刚刚一再强调的 我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信徒 我是一个对于开放 对于个人权益的尊重的信徒 了解这个就会了解我的评论了 今天六点钟欢迎你回来 我们有科学员杂志要跟各位来分享 我们有科学员杂志要跟各位的信徒